有記者在報紙上說 香港馬會不會轉播莫雷拉會出賽的澳洲賽事 這個星期六只轉播有報民和馬會冠軍參賽的賽事 所以香港馬迷沒有機會看到雷神比賽 嘩 現在什麼年代 要看跑馬一定要看電視嗎 記者是時光倒流穿越過來的 還是他想寫笑話 不過如果這個是笑話 完全不好笑 要看的話 網線是正常的 找一下就有得看 另外 在同一個國家舉行 但是沒有他出賽的賽事 投注額會不會沒有預期那麼多呢 如果真的沒有 馬會中人到時候不會失望 雖然說 跑馬是跑馬不是跑人 但是其實 投注者有時候都會買人的 好像這樣 最近轉播了拉丁美洲大賽 是嗎 有人問馬會為何無端端博成這樣的賽事 騎師也不熟 馬又不知是什麼馬 有人投注嗎 馬會是否幫自己賭米 其實也有人投注的 不過投注額 連一億都不到 還差過六合彩 至於為何馬會會轉播 或者收錯風 我也曾經在不止一個網站看到 說莫雷拉會參加過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是有巴西馬的 但是騎師不是莫雷拉 那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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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跑去頒獎 其實 當馬會中人知道 沒有莫雷拉參賽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中伏呢 比上我是莫雷拉 我都說不會參賽 不要說她未必會知道 應家拍頒獎 怕到時尷尬 如果她和同鄉的後輩騎師 爭騎大賽 被人憎恨就無謂了 最成功的大師兄 人家沒有你那麼有錢 你不要搶食 另外 莫雷拉在香港以外成績好 有人在專欄借題發揮 說曾經和馬會高層一起吃飯 在席間提起莫雷拉 馬會中人互相對望 展現神秘的笑容 哈 可不可信呢 那個人有沒有作弊呢 我記得她偶爾都會在 專欄分享一下菜碼提示 不過她的提示 絕對是沒有時準 她的文章內容也差不多 要和馬會高層吃飯不是那麼容易 她只不過是一個過氣電台人 有什麼那麼厲害 有什麼好面子 為什麼她這樣寫 有些人寫東西 就喜歡語不驚人死不休 而且這樣寫 可能她覺得 適合某些人的口味 有不少人都認為 莫雷拉離開香港 是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這些人怎麼想 由得她 正如一直都說 你沒有辦法 叫得醒她假裝睡覺 不是真的睡著覺的人 有些人是瘋狂的 你也沒有辦法阻止她瘋狂的 是不是